淤沛老师我们就来看看 什么样性命组合的人 从性命组合可以看出来 他的筋骨天生是比较脆弱的 是的 其实筋骨不好 我们有分先天跟后天 所谓的先天就是这个名字 笔画跟这个用字 你取到了这个笔画 这个用字 那你就是筋骨不好 那有一种状况叫做后天 什么叫做后天 比如说姿势不良 或是运动伤害 造成你惯性的一些扭伤 那我们现在呢 就要把人格总格的笔画 拿出来对对 对到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用字 我们来看第一个呢 他筋骨天生比较脆弱 是因为这个人 他动不动就扭伤啦 人格总格 7 11 15 17 21 27 32 37跟42的人对到了笔画 那么再来用字是 君与栗 孟昭 淫义跟威 是 你的本名是 对 那宇安艺名也有啊 也有啊 15 15 所以你的本名跟你的艺名 都象征着 都带了你在筋骨上面 会比较弱的 我说你 那像有的观众朋友说 那老师我没有对到 可是我的筋骨真的不好 那真的就是后天因素造成的 其实这种组合的人 他的筋骨真的是很脆弱 稍微一个姿势不良 就会伤筋错骨 他就要去找按摩师了 找推马师了 还去瞧一瞧了 所以呢针对有对到的 这些朋友们 我有几个动作 我要提醒你喔 第一个呢 尽量不要提重物 不要勉强自己提重物 你明明提两斤就可以了 不要因为到大卖场 就拿了那么多 他一定会让你骨盘错位 这个地方会错位 我手提结果是骨盘错位啊 会因为众心在这个地方会 你们抱小孩啊 都这样单边抱好像很帅 当然啊 这很时尚耶 你那个歪的那个 这样子都容易受伤 我那时候刚生孩子啊 我就学人家老外都这样 买一个这个腰的椅子 给撑小孩 就是它像腰包一样 然后小孩就可以坐在上面 可是你从后面看这个妈妈 她是整个是这样歪的 因为你必须把空间腾出来 给那张椅子嘛 就妈妈是S型的 对 老师这个其实就很伤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走路太快了 其实走路太快 会伤膝盖也会伤脚踝 那像男生的话就是 脚踝脚踝脚踝脚 女生穿高跟鞋 我觉得女生在穿高跟鞋的时候 那个失利更容易伤膝盖 跟伤小那个脚踝 所以呢针对这个组合的人 你有习惯快走 又穿高跟鞋的话 你一定要放慢你的速度 还有一个呢就是 肌肉拉伤比如说 尤其是开车的人 最容易犯这个问题了 我在前面开车 然后我到后座拿东西 对 所以就呢你这边受伤 还有这个地方被拉伤 还有一个就是高的地方 你拿不到你就搬把椅子嘛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勉强自己 这个无形当中呢 也就造成了一个拉伤 总之这些状况呢 你只要有了一次以后呢 它以后它慢慢慢慢 你只要动作不对 所以它就变成一种惯性 习惯性的一个扭伤 所以对到的观众朋友 我刚刚提醒的那几件事 我们日常生活 最会碰到又容易犯的 你一定要自我警惕 要不然的话 你最好跟接骨师做 交成好朋友啦 真的 因为既然它变成惯性了 你根本就是防不胜防 有时候稍微穿衣服一个动作 你就扭到了 对 还有很容易落枕 还有这个习惯性脱臼 对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组合呢 它比较弱是因为 它经常性的腰痠会被痛 人格总格 83 14 18 22 28 31 38 跟43的人 像健存的31就在里头 那在用字呢 是安 室 幼 配 强 出 军 跟 储的人 会腰痠被痛的原因 有的时候是脊椎压迫到神经 这个一定会腰痠被痛的 还有一个就是常态性的一个姿势 比如说打电脑的人 他就是腾空 所以呢久了久了 他这个肩颈这里一定很不舒服 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紧绷 所以常态性这个动作的人 回来有的时候要真的给自己热服热服了 但是你说做拉筋的动作 你也不能说拉过头 拉过头了也是会伤心错误的 这条筋又痛了 背的筋这边又痛了 对 还有一个 这个组合的人他很容易肌无力 肌肉没有异样 尤其他的工作呢 又是长期在站的 比如说跪节 一站就是八个小时 厨师也是一样啊 还有像有些医生也是站很久的 这个都会对他的腰椎造成一些影响 所以久了久呢 他就这个腰痠被痛 另外还有一种情形 就是腰部负荷过重 刚刚说的妈妈背孩子 腰部侧弯 还有就是体重物 有人会扛东西 这个无形当中 对你的腰都造成很大的影响 再来这些组合的人要特别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你的骨质疏松会少年化 骨质疏松 一般骨质疏松女生大部分都是MC过了之后 但是有这个组合的人 骨质疏松并不是只有女生 男生也会 那如果男生呢 你对到这个笔话又有这个用字的话 真的你很容易骨质疏松 所以每一年的 骨质疏松大部分都是在这个地方 先开始的 骨质疏松在这里 腰盘啊 腰盘 这个骨盘下肢骨 这个是很容易 因为骨质疏松 然后造成骨折的位置 对啊 对其实静醇你有甲状腺问题 我建议你要提早检查 对甲状腺的这个荷尔蒙不平衡 比较容易有早发行的骨质疏松 女生一般来讲 因为其实医生是有严禁我喝咖啡 我不知道有没有香 就是他就说你就不要喝咖啡 那就讲在一起啦 就是这个 所以有的人腰痠背痛 他不是知识不良 他不是扛东西造成 而是他骨质疏松了 但是他不知道 他去找这个师傅瞧 人家介绍那个师傅瞧 瞧来瞧去 其实他并没有对症下药 这个时候就要真正去看骨科了啦 总之呢这个筋骨 这个容易腰痠背痛 它来的因素很多 到底是伤害造成的 还是你骨骼起了一些变化 不要掉以轻心 因为骨骼一不好 人生也会变黑白的 你去量身高 你会发现 为什么你每一年的身高 都在不下降 身高地减 会 那个其实就是骨质疏松造成的 所以这两个组合 对到的人一定要掉以 不要掉以轻心 真的 给大家做成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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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